下面我們要開始教做工 如果希望打裝機 能夠把東西打得更深入一點 你要把打裝機的那個裝拉得更高 讓它有更大的重力 會冷 掉下來打更下去一點 如果飛出去的球 希望飛得更快 有更大的動能 你就要更用力一點的丟 這樣它才會飛得更快 所以顯然 你要讓它的能量有一些改變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事 做的事叫做什麼 做工 在物理上叫做我要對東西做工 我要對東西做工 然後它的能量就會發生改變 這是單回要教的重要觀念 功能定理 我們後面再說 那麼在物理上什麼叫做做工 怎麼樣做工呢 這個 對東西施力 讓它在炎的力量方向上產生位移 英文寫作 W等於F乘X W walk就是工 F就是力 S就是位移 你注意到 我的符號上畫了兩條直線 什麼意思 冷魚 不是 告訴你它跟位移互相怎樣 平行 它必須要跟位移平行 不平行不能用 必須要平行 是要嚴厲的方向產生位移 所以做工公式的第一個重點是 做工的時候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考試體育如果不平行 要找到平行的分量 要找到有平行的分量 如果沒有平行的分量 就是沒有做工 這是後面要跟位移講的 那麼一樣的單位就是牛頓 位移的單位就是公尺 乘出來單位叫做交耳 交耳 這叫做工的方式 做工等於力量 乘以嚴厲方向上所產生的位移 所以重點 力跟位移要平行 然後這樣才會有做工 所以左邊的圖 東心向右邊跑 施力也向右邊 兩個方向有平行 這個施力是有做工的 右邊那個圖 把這個球向上舉 施力是向上的 位移也是向上的 這兩個有平行 所以叫做有做工 力跟位移要平行 那如果不平行 就要找分力 如果是垂直 就找不到平行的分力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做工 所以力跟位移如果互相垂直 就沒有做工了 沒有做工了 好 那如果兩個方向一樣 平行有同方向跟反方向 如果力跟位移同方向 我們就稱之為做正工 力跟位移反方向 我們就稱之為做副工 做副工 OK 所以這個正工會有一個效果 副工有一個效果 等一下交功能定理的時候 會告訴你 然後告訴你說 正工有什麼效果 副工有什麼效果 那麼因此你曉得一件事情 有一個力量 在我們平常討論的情況之下 他鐵定是做副工 誰 也就是他一定是跟位移 反方向 你 我們平常講到某個力量 哪一個力量 他跟位移都會是反方向 平常上課交的時候 他都是反方向 所以呢 他一定是做副工的 哪一個力量 哪一個力量 他鐵定做副工 No.5 PD5R 主位 走路好 P7引力 P7引力 P7 你說摩擦力 P7引力 你的答案是對的 我們平常說 我們平常在上課教的時候 摩擦力是阻擋的力量 擋住的力量 所以他跟位移都會怎麼樣 反方向 所以摩擦力一定會做副工 這一小段的重點就是 1 被公式 W等於F乘S 重點 F跟S要互相平行 不平行要找到平行分量 如果垂直就沒有平行分量 就是不做工 不做工 記住 兩個方向一樣 力跟位移同方向做正工 力跟位移反方向做 副工 然後到後面會教正工 副工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這就是有關於 一開始介紹做工的部分 OK